许多老人上了年纪后,都会跟儿女一起住,先不说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,老人和儿女住在一起,会有很多摩擦,单单是饮食上的不同,就让人头疼。 因为老人上了年纪后,牙扣不好,只能吃松软的饭菜,而年轻人牙扣好,什么都能吃,但是为了照顾老人的口味和习惯,许多子女不得不迁就老人,要摩做饭的时候,单独给老人做一份,要摩把饭菜做得松软些,一家人一起吃。 不过也有些儿女明知道,老人不能吃太硬的食物,还故意,这摩擦,56岁的严先生说,他妻子性格温和,待人热情,父亲要来家里养老时,妻子也是同意的,但是父亲来了以后,妻子明知道父亲哑扣不好,却每天都做凉拌,黄瓜给父亲吃。 严先生认为妻子这么做事,不想让父亲在家里养老,可妻子却否认他有这样的想法。 严先生,苦恼不已,打电话向岳母诉苦,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,严先生决定把父亲送回老家。 来自严先生的字数,我和妻子刚结婚,那两年,一直在外地上班,只有过年的时候,才回老家待一段时间。 爸妈好不容易把我们盼回家。 我妈自然会做很多好吃的,让我们趁着放假好好在家些些,吃吃喝喝,妻子比较轻快。 过年回家的时候,我妈要扎丸子,蒸馒头。 妻子担心我妈一个人忙这些活太累,会给她打下手。 妻子长得不算漂亮,但胜在贤惠,轻快。 我妈很喜欢她,经常在亲戚面前夸她是个好儿媳。 我觉得妻子和我妈相处递还不错,所以妻子临产前,我就送她回老家待产了。 有我妈在身边照顾我更放心,而且老家消费水准低,也不会花很多钱。 我妈把妻子和孩子照顾得很好,可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左右,妻子就打电话向我抱怨,她不想在家里住了。 妻子说我爸每天要抽一盒烟,每次抽烟的时候还要在客厅,我们的卧室紧挨着客厅。 她和儿子每天都要吸很多二手烟。 她劝我爸出去吸烟,我爸不仅说他管得宽,抱住孩子的时候还故意吸烟,把烟雾吐在儿子脸上,逗儿子挖。 妻子很生气,不让我爸抱孩子,我爸认为妻子太矫情。 他小的时候,我孕孕也爱抽烟,他还不是健康,长大了。 我答应妻子找个机会好好和我爸谈谈。 我爸看在我的面子上,每次吸烟的时候就去大门口。 妻子这才消了气,可没过多长时间,妻子又打电话诉苦。 这次是因为我妈,我很疑惑。 妻子和我妈相处得很好,很多人都夸他们像亲生母女,他们怎么会闹矛盾呢? 妻子告诉我,她生气不是因为婆媳关系,而是因为我妈对我爸太好了。 我爸不上班赚钱,也不做饭不做家务,可我妈却宠住我爸。 早上要早起给我爸做饭,家里的家务活全包,不让我爸刷完。 以前妻子莫生孩子时,能帮我妈分担很多家务,可是她现在要带孩子,莫办法干活。 我妈一个人,又是做饭又是忙活的里的庄稼。 累得腰疼,她心疼我妈,就劝我妈不要贯注我爸。 男子汉顶天丽的,哪有大男人,在家不挣钱不干活,整天好吃懒做还被虫猪呢? 可我妈说,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我爸这辈子摸出过力。 说了也没用,妻子劝我妈不要干活,既然我爸不干,她也能撂挑子不干。 可我妈陷不住,往里往外地操劳,妻子恨铁不成钢,这才生气。 我劝妻子,放宽心,我爸被我奶奶惯坏了,自我记事起,我爸就是这样的人,我们说了很多次都没用。 她又何必较真呢?妻子看不惯父亲的做法,也看不惯母亲的窝囊。 孩子四岁时,我们就搬出来住了。 前年母亲中风后瘫痪在床,我爸在老家伺候她。 以前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妈做,我妈病到了,我爸一时间慌了神,不知道该怎么办,她不会做饭,只会下面条或者炒鸡蛋。 我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时候,发现,她瘦了很多,头发都打结了,身上有一股难闻的丑物。 母亲看到我来,拉住我的手就哭,她口齿不清楚,只能一压压比划。 父亲在一旁气愤地说,我都莫抱怨,她还委屈上了,我每天给她做吃的喝的,给她洗衣服,她有什么好委屈的。 我问我爸今天莫给我妈洗头了,我爸低头算了算,说了句,差不多一星期莫洗了吧,不是我不给她洗,是她太胖了。 给她洗头太费劲,我真是不想伺候她了,那么这次来,要么把她带走,要么留下来照顾她,我是不伺候吧。 我知道,我爸累,也知道我妈受委屈了,可我要上班,我要是留下来伺候我妈,谁赚钱要活家里人呢? 我和妻子商量后,让妻子帮忙照顾我妈,孩子长大了,可以自己上学。 妻子在家照顾母亲半年,母亲去世后,父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,我想接父亲到家里住,父亲不同意,他会做饭会洗衣服,一个人在家更自在。 前段时间,父亲高险押饭了,邻居把他送到医院看病,父亲不想总是麻烦邻居,出院时打电话给我,让我把他接到家里养老。 我担心妻子生气,特地给妻子打了电话,妻子同意了,不过他要上班,只有晚上,才能回家做饭。 我知道我爸会做饭,就莫在意,这件事,只要妻子同意,我爸到家离养老就行了。 可我爸自从住到我家,变得和以前一样好吃懒做。 只知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不做饭不刷碗,自己的衣服,自己也不洗,我说他几句,他就抱怨我是白眼狼,他来我家是享福的,不是来干活的。 我爸早起不做饭,妻子早上就煮稀饭,买鲜馒头和咸菜,凑合一顿,早上吃得不好,妻子中午不回家。 我想住晚上,妻子下了班,应该能做些好吃的,可妻子每天晚上都做凉拌,花瓜。 除了黄瓜,就是凉拌,豆芽,或者炒青菜。 可我爸喜欢吃肉,不喜欢吃这些。 一个星期后,我爸问我,妻子是不是嫌弃他,想赶他走。 明知道他上了年纪,吃不动硬的东西,才故意做凉拌,黄瓜。 我让我爸别多心,我们平时就是这么吃的,可能他刚住,进来不久,还莫习惯。 不过我爸既然提了这件事,我只能和妻子商量,偶尔做些我爸能吃冻的菜。 妻子同意了,可他每次炒菜,都放很少的盐,菜里也没有肉。 我爸吃不习惯,只能喝稀饭。 偶尔做的饭菜,味道不错。 妻子吃饭的时候故意把菜嫁给儿子,让儿子多吃点。 后来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爸自己开小灶做住吃,不和我们一桌吃饭。 一想到你家人住在一起,还要做两顿饭。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,可是我爸不肯做我们的饭。 妻子也不肯做我爸爱吃的饭菜。 我家在中间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 上个周末,岳母给我们送自己种的菜。 我把这件事说给岳母听。 岳母告诉我,她知道我妻子为什么争我做。 岳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。 我这才知道,妻子为什么每天都做两把黄瓜。 岳母告诉我,妻子做月子的时候,我爸明知道他不能吃凉的, 却总是让我妈做两把黄瓜。 炒菜时也不放肉。 妻子本来想找我诉苦。 岳母知道我上班不容易,她不想让我们夫妻俩吵架。 就劝妻子不要把这事告诉我。 我母亲瘫痪。 妻子在老家伺候我母亲的时候,也和我爸炒过好几次。 母亲要吃清淡的,松软好消化的东西。 父亲却总是做油炸的东西给母亲吃。 母亲吃了拉肚子,父亲就埋怨母亲不体谅她。 她既要做饭还要伺候母亲,太累了。 可是母亲拉肚子,都是妻子给她换洗衣服。 妻子劝我爸做饭时照顾母亲的口味。 父亲不听,还说妻子多管闲事。 妻子给我妈开小灶,我爸就把买的菜藏起来不给她做了。 我爸早起做饭也只做她自己的,不给母亲和妻子做。 有一次我妈饿了,我爸从街上买了两个鸡腿回来。 自己一个人吃完了,也莫舍地给我妈吃一口。 岳母告诉我,妻子觉得我爸做事太过分。 妻子故意做两把黄瓜,只是相依其人之道,还置其人之身罢了。 我问妻子是不是故意的? 妻子这才承认,她就是替她和我妈抱不平。 我爸自私了一辈子,从来不知道心疼别人。 她不想再贯注她这种坏毛病。 我一想到,妻子和我妈受了很多委屈。 再想到,我爸到我家好吃懒做。 还是换妻子,给她刷鞋。 让我倒水给她泡脚的事。 我决定把父亲送回老家。 我每个月给父亲八百块钱,让她在老家生活。 我想好了,如果父亲真的不能动需要人伺候。 我不会再让妻子伺候她了。 要么我亲自伺候,要么我们夫妻俩好好赚钱,请护工照顾她。